美国这个全世界堪称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是很多中国人都向往的国家 在美国生活很多中国华裔 拿到美国绿卡是在美国生活人最期待的 美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领先 美国生活水平也超越大部分国家 在美国工作生活 不只可以享受高薪的工资 还可以享受各种福利待遇 比如美国会提供住房 会免除学费 会为孕妇免费检查 会为老人提供补助 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美国 只是在别人的嘴里听说过美国有多好 在电视上见过 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看一看美国的物价 美国人到底生活的怎么样呢 美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牛排 我们看一下牛排的价格 标价是3.99美元 基本上跟我们中国的价格也差不多 而且还比中国稍微低一些 香蕉全世界都畅销的水果 标价为1磅0.39美元 可能很多人不清楚是什么概念 折合人民币大约是3元钱一斤 而且这些香蕉都是进口胶 这个价格真的比中国便宜很多 在中国国产香蕉也不止3元钱一斤吧 这个是猪排 价格是2.99美元 这么大的猪排在美国只需要不到50元就可以买下 在中国应该不可以吧 可口可乐 价格5美元 折合人民币就要快50元 看到价格都惊呆了 如果你以为是5美元一瓶你就错了 其实是5美元4瓶 还是很优惠的 这个脱脂牛奶在中国是买不到的 脱脂牛奶是4美元2瓶 没想到美国超市的商品价格如此低 在美国拿100元应该可以买不少东西呢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美国超市逛一逛 很多中国游客到这里都被买很多东西 在美国真正与现代